你好呀 我是小黄瓜 今天依旧是没有退的一天 我们要接触毒外力 然后 我还知道回来 为什么我那么久才回来 对吧 因为上一个视频说了 点赞越多更新越快 我看人家 打打住打的 都是说完这句话之后 那个点赞就啥啥啥的往上跑 为什么我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看了一下 这个点赞数量甚至更少了 所以呢 我们要懂得 从失败中喜剧经验 这次呢我们反着来 在视频开始之前 我就跟你们先把话说清楚 谁都不要点赞 谁点赞谁是皮皮猪 这个麦克风比那个香一点 对 谁点赞谁是皮皮猪 不准点 把你的手放下去 看到你的手了 什么你非要点 你一定要点 就 你给我等着 这个是玩具模型啊 大家不要随意模仿 就开过风的刀什么的 不要随便去碰 特别是小朋友们 喂 那只手点赞 我切掉那一只 那只手伸出来 还点不点 喜欢点赞是不 不正点 今天给你们准备了几个好听的声音 都给我乖乖的听着 现在马上把耳机带好 到床上去躺着 好你再上把 那先收藏 但是不准点赞 好 今天呢 给大家准备点 声音哦 睫毛刷 我说为什么又出现了睫毛刷 因为干净的睫毛刷 没有刷过睫毛的睫毛刷 声音会特别好听 然后 给你感受一下 什么叫 纯粹 就干净这个声音 然后呢是耳朵 把两个插在耳朵里 把两个插在耳朵里 然后 对 这个你们应该知道的什么声音 很爽 别问 问就是很爽 然后是这个 这个叫 开眼录 算了 我在这里再说一遍这个东西的故事吧 因为它的造型实在太奇怪了 容易引起误会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但是 对 在看视频的你 从来不来直播 看我的你 我还得再跟你讲一遍 这个 这个东西是 是我给我老妈买的染发膏里面 然后说那个染发膏 如果一次性用不完的话 就用这个 去清洁 染发膏的喷头啊 什么的 然后我才想那么积累 谁会打 谁会打开一罐 染发膏 不用完吗 我只有打开了一罐 发现在染了半个头 然后 这个东西 我就拿着 我在想着 那贴心的有点过分了 看不起谁嘛 但是我发现 这个东西声音特别好听 我看到这种造型不太一样的东西 都会拿起来 在耳朵边试一下 然后 但是呢 后来 我把它带到直播间 给大家听 大家说 这个东西长得像 开塞路 也有说 它长得像野药水的 但是 大家想听 这个东西的时候 没有办法 一次性描述清楚 这是染发膏里的小配件 那怎么办呢 大家说 就叫它开塞路 我不允许 这种东西 出现在我的直播间 我不允许 大家出来 就挂 给我来个开塞路 这有点太离谱了 所以怎么办呢 对 说它是眼药水 就 你又联想不到它 因为它又不完全像 所以后来大家 你让一步 我让一步 最后达成一致 说 以后你们想听这个声音 就告诉我 你们想听 开烟路 不要笑 再笑以后冲路了 开烟路 对 这个是开烟路 这个是我最早直播的时候 就用的一个关子 这个也可以加耳边 做出各种声音 待会再享受 那我们开始吧 花了六分钟 才解释完今天要做的声音 开始吧 所有人都会在耳边 暗闱 收到 语 马 好恐怖 太厉害了 感覺很像不合扮 出色感的 好 只有这种还没有刷过睫毛跟眉毛的睫毛刷 才会有那种泉水丁通的声音 我有一个刷过我给你们听 我前段时间就觉得我的睫毛刷们不好听了 然后找了一下原因 我找一个不干净了的 比如这个 然后 那这个好像干净更好听了 这还有一个不干净了的 这还有一个不干净了的 反正就不一样 这个 就听起来没有那个叮叮咚都已经远不下去了 好像是不干净了的 更好听 对 我吃了一碗 这就是这个问题 不干净了的 容易发出刚刚这种 一下子戳到的特别 刺 刺一下刺一下的声音 所以 好 下一个 刺一刺一刺 刺一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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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吃到 這時候你就要我說了 這個聲音挺好聽的 但是可不可以兩邊一起呢 大家不要心急 稍等一下 等我媽媽下一次 等我幫她染髮的時候 我幫她買關心的就又能獲得一個 所以稍不得我算一下 我媽大概沒半年左右 讓我幫她染一次頭髮 半年 這個已經出現一個月 還有五個月 還有五個月 我們就可以聽到雙耳開眼睛的聲音了 別心急 很快的 很快的 五個月一眨眼就過去了 現在我還是先買一個吧 其實可以半年後再染 但是把這個先拿出來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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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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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